你看看這題目 這兩個連例方程式有共同的解 則這A加B之值為下列哪一個答案 那麼首先在這裡 我們先解這2x加3y等於-1 以及這3x-2y等於5 這個連例方程組 那麼在這裡呢我們直接做處理 這比較方便 首先這式子我們等號兩邊同乘以2 那麼得到這是4x加6y 這是等於-2 那這裡呢等號兩邊我們同乘以3 那麼得到這是9x 然後這-6y 然後這等於15 這時候這兩式我們直接相加 那麼寫下來這兩式相加把這y的項消掉 那麼4x加9x 這是13x 那麼等於這是-2加15 這是13 因此呢我們算出這x是等於1 這個答案 好 接著我們以x等於1 代入 這個式子裡面 那麼這時候2乘以1 這是2 然後加3y 這是等於-1 所以移向過來 這3y就是等於-1-2 也就是-3 因此呢我們算出 這y是等於-1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這時候我們用x等於1 y等於-1 代入這個式子 以及這個式子 好 那麼我們代入 得到這a乘以1 這是a 然後加上這b乘以-1 這是-b 加上-b 就是-b 那麼這等於4 x等於1y等於-1 我們代入這式子裡面 那得到2a乘以1 這是2a 那加上b去乘以-1 這是-b 所以加上-b 就是-b 那麼這等於-1 這時候我們用 第二個式子減掉第一個式子 這時候把b消掉 所以呢 2a-a 這是a 然後-1-4 這是等於-5 那麼接著我們a乘-5 代入第一個式子裡面 那麼得到這-5-b 這是等於4 所以呢 我們把b一向4一向過來 那麼得到b 是等於-5-4 也就是-9 因此呢 我們就算出 這a加b 這等於-5加上-9 那麼這是-5-14 這個答案 因此呢 我們這題答案要選c 這個答案 1-5-4 2-3 2-4 1-5-1 2-2 2-4